Hello 大家好 我是游戏爱好者赫兹 今天我为大家吐槽一下少羽的脑瘫粉丝 我们都知道每个主播都有脑瘫粉丝 也有相应的理智粉丝 但是对于少羽这个主播的粉丝 有99%都是脑瘫粉丝 只有1%是理智粉丝 相信经常看少羽的视频 或者是看评论的小伙伴都会发现 只要评论区中有一个人说少羽一定点不好 就会被他的粉丝给辱骂 简称网络暴力 当然不止路人和粉丝 甚至一些主播经常招收少羽的粉丝 老老暴力 就比如说少羽其中的一个成绩 我估计各位小伙伴都会知道 就是少羽的双排淘汰榜榜1 也是连续霸占了好几个赛季榜1 也上过新闻 这时候有一个主播就叫ANGG 他是前来冲双排榜总分榜 这两个榜根本就不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来看看一些评论区里面是怎么说 看看这些优秀的评论 哪个不是少羽的脑瘫粉丝评论出来的 还少羽是永远的神惹不起 你咋知道了 你咋这么牛逼了 他就是一个羽毛扎的 少羽是你爹是你妈妈 比你青年轻骂都重要吧 你青年轻骂 他重要吗 两狗大对我只服少羽 再来这位主播 我估计很多小伙伴都会认识 这张图片带你们了解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可以看到这明显就是一场被误会的关系 被粉丝们误会 他们两个人是男女朋友 其实只是普通朋友关系而已 有可能有的小伙伴不懂视频中的优乐是谁 我这样给大家说 首先视频中的那个女主播和少羽 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他一直陪少羽直播 也就是陪播 只不过关系比较好 让许多粉丝误以为他们两人是男女朋友关系 然后最近的时间内 有两这个女主播一直没陪少羽直播 然后后来有些人我们发现 这些时间他在陪另外一个主播 男主播优乐陪播 然后直播中的关系比较亲密 然后这时候少羽的无脑粉丝 然后就想到了是这个女主播抛弃了少羽 给少羽戴绿帽子 说他是一个海王 然后开始恶语诋毁他 然而这只是简单的开始 后来这些无脑粉丝为了更强烈的打击报复 就开始找一些和他们两个人身材相关的一些什么视频 这个视频不用我说 大家都懂 然后他开始拿这些视频 开始上网上售卖什么的 然后开始污蔑他们 那些卖视频的小心点 你早晚的进去 我相信关于上述这些事情 也只有少羽家的粉丝能做出来的 养狗大对 我只服少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